一个推出了七款神奇女侠的公司 却没有一款能做相的 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恩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HOTS出品 神奇女侠华纳100周年限定款1.6可动兵人 那么这次也和以往不同 可以看到头雕是单独陈列的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我们一会儿再聊 首先先来看一下素体方面 身体依旧是采用了钢骨的全包胶设计 在锁骨位置也有很明显的细节刻画 而HOTS在包胶的材质方面还是偏硬 这样也非常容易导致关节的回弹以及暴胶的风险 那本款产品的重头戏就是采用了 全新太阳毛直发技术的神奇女侠头雕 和前进款相比 头发不仅质感更加真实 并且在发湿粗细程度的把控 以及发际线处理上也有很明显的升级 头雕与素体结合后 太阳毛直发所带来的真实感也更加凸显效果 而这次头关也做了独立的分件 佩戴上以后 大家觉得这款神奇女侠的头雕能达几分呢 迄今为止 AT的女侠也推出了很多款 到这款最新的女侠已经是7.0了 可以这么说 没有一款像的 这款也不例外 依旧不像 其实它就是金银版女侠原模头雕 换了直发工艺而已 在铠甲部分 涂装也做了很明显的阴影效果 刻线的细节和精度也非常不错 仔细看 短裙的表面上也有裂纹质感 同时两侧的推甲分别呈现了不规则的赞损刻画 在把玩性以及可动方面 全包胶素体的好处在于触感和光感上 虽说有少许回弹 但整体弯曲角度没有受太大限制 武器方面为我们搭配了斩神之剑和神力护盾 斩神剑的剑刃上有精细的文字刻画 两个不同状态的真言套锁 发动能力时小臂的透明替换件 以及大臂的闭闻也有所配备 而这次AGT在肩带位置也升级成了真皮材质 有5只不同状态的备用手型 额外还附送了宝剑的拖台 而产品的另一大亮点就是这个金银背景板的地台 首先想要把背景板弯折成T形状态 接下来沿着地台缝隙插入 再将黄色的丝带盘旋在背景板上就完成了 搭配上人偶给人一种英姿煞爽的感觉 此款神奇女侠一共限量540体 虽说头雕不像 它也是目前HT所推出的神奇女侠里最好的一款 现在也属于溢价阶段 喜欢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见 拜拜